舍己的侍奉 路加福音第九章 经文一开始描述 耶稣吩咐门徒前去赶鬼 并赐给他们权柄与能力制服魔鬼 路加描述耶稣满有权柄与能力 我们之所以有能力又服侍上帝 是因为上帝满有能力的差遣我们 门徒所做的事叫人惊奇 因为满有能力的上帝差派他们 如果我们侍奉上帝 却不知是谁差派我们 这无疑是自杀 我们前去征战 若不知道是谁差遣我们 这是相当粗心的 耶稣再次吩咐门徒前去侍奉 不要带其他附加的东西 其他经文却记载 耶稣吩咐他们要把东西带上 耶稣吩咐门徒侍奉主 要全然倚靠主 而不是倚靠所带的食物或挂子 全能的基督在人一无所有时 赐予人能力 路加如此展开第九章的经文脉络 这一位满有能力的基督 是本无能力的我们 蒙他的差派 并满有能力 接着经文记载 门徒所做的事 为众人所知晓 困惑不已的百姓 纷纷讨论这一群 满有能力的门徒的事迹 西律王深受耶稣吸引 路加用西律的口展开另一个新话题 这人是谁 路加进而描述 耶稣是谁 西律不解 我已经砍了施洗约翰的头 怎么现在出现另一个更有能力的人 门徒行神迹赶鬼 耶稣在伯塞大 喂饱五千人 其他平行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借此试验门徒 问菲利他们应当做什么 上帝试验我们 不是因为他不知道 而是他要知道我们如何回应 菲利是伯塞大的人 最了解自己的家乡 眼前有五千个男人饿了 他们没有食物 我们该怎么办 有的门徒说 我们要有足够的钱 才能喂饱这么多人 但我们没有这么多钱 另有门徒说 就算我们有足够的钱 也没有足够的电 能供应这么多餐点 门徒因而下了一个结论 就让群众各自回家吃饭 吃饱了再来听到 耶稣却说 我现在就要喂饱他们 门徒们吓傻了 没事 现在就让他们坐下吧 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 门徒安排群众坐下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是如何的 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我们坐下 是要吃饭吗 群众坐好了 而耶稣真的喂饱了他们 耶稣吩咐门徒如此行的时候 并非看人多人少 也不是在他们钱够的时候 而是在门徒毫无应对能力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侍奉的写照 我们规划事工 但主的带领却经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当我们看见受伤 失丧 与被边缘化的人 我们说 主啊 我们没有能力应对这个时代 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资源 这个时代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太难了 主耶稣回答说 我行 所以我们做吧 侍奉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 而是因为主有能力 以利亚与以利沙都曾经历上帝源源不断的供应 耶稣所做的超过摩西 以利亚与以利沙等众先知 耶稣不单是义人或者先知 他远超过这些 第十八节 耶稣问门徒 众人说我是谁 这岂不是回应西里王的提问吗 耶稣重提这个问题 有的门徒说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又有人回答说 你是先知中的一位 但是耶稣远超过众先知 有人问一个小孩 你知道泰森是谁 这个小孩回答说 泰森比我三年级的哥哥更厉害 对泰森而言 这个回答不是一种荣耀 而是一种侮辱 竟然把一代拳王跟一个小学生对比 耶稣是谁 人们将他与以利亚 以利沙相比 却不知道 耶稣到底是谁 彼得说 你是上帝所立的弥赛亚 路加借此说明 耶稣的伟大 既然耶稣如此伟大 那么我要跟随他 耶稣满有能力 权柄于慈爱 如果跟随耶稣 我也会如此出名 但是耶稣接着说 跟随他的代价 不是要沾光 而是舍己 背十字架 舍己不只是 对我们想做的事说不 舍己是要把我们将自己 完全为上帝的国分别为圣 聚焦于上帝的荣耀 而不是其他 舍己是将我们全人的 为上帝的国度分别为圣 其他的事情 不过反映出我们主要的动机 耶稣的全能引起虚律问 这人是谁 耶稣问他的门徒 他是谁 并告诉我们 要借着舍己 而不是沾光来侍奉他 二十八至三十六节的经文 是描述耶稣登山变象的一段经文 二十九节告诉我们 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 摩西与伊利亚向耶稣显现 当我们看 耶稣 摩西与伊利亚 我们会聚焦于谁的身上 门徒们醒来 聚焦在摩西与伊利亚身上 一直问 为什么他们会来 门徒把焦点聚焦在 摩西与伊利亚身上 但圣经告诉我们 要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 摩西和伊利亚谈论的是 耶稣即将去世的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遇到 为主坐监牢的王明道牧师时 我们可能会自表谦卑地问 谢谢王牧师愿意来接待我们 王明道牧师问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可能会问这位多年忠心 侍奉的王明道牧师 侍奉的秘诀 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们会把焦点放在 这位长辈身上 而非自己的身上 同样的 摩西与伊利亚谈论 耶稣即将去世 成就救恩的事 摩西的出埃及 是耶稣拯救世人的预表 摩西登山变相时 可能与耶稣讨论这一点 当伊利亚问伊利沙 我能给你什么 伊利沙要感动伊利亚的灵 加倍地感动她 这是一种对以色列 长子名分的渴慕 伊利亚做不到这一点 伊利亚对伊利沙说 如果你看得到上帝的灵 将我提到天上的那一幕 你便会领受上帝的灵 在你的身上 因此伊利沙紧随伊利亚 伊利亚被接升天时 伊利沙领受了上帝的灵 新约的时候 是谁被提上去 并有灵降下来 是耶稣升天 圣灵降临 伊利亚可能在登山变相时 与耶稣讨论这件事 路加描述摩西与伊利亚 与耶稣面对面说话 摩西与伊利亚在世 皆祷告 要面对面见上帝 如今他们与耶稣 面对面讲话 这并不是出于偶然 原本摩西只能看见神的背 不能看见神的面 伊利亚必须等雷电过后 才能听见雷的声音 如今摩西和伊利亚 与上帝面对面说话 人若不是在耶稣基督里见上帝 就必定死 人唯独在基督耶稣里 才得见上帝 彼得醒来 看见摩西与伊利亚 便把焦点从耶稣身上转移 耶稣 我为你们搭三座棚 不要下山 有的人问 主啊 明年印尼的政治经济怎么办 无论明年的政治经济如何 我们都要依靠上帝 将平安带给世人 耶稣登山变相之后 门徒下山后 看似信心十足 接下来37-43节的经文 路加对比了耶稣与门徒 门徒中有三个人看过耶稣在山上变相 路加福音前一章还记载门徒成功的赶轨 耶稣登山变相之后 路加福音却记载门徒们赶轨失败 耶稣责备他们不信 他们不明白耶稣要受难上十字架的事 我才不信救主会死 我们在疑虑的时候可能觉得 祷不祷告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 我们在辅导过程中是否相信上帝有能力改变对方的生命 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 我们在辅导过程中不可能打开圣经 也不会谈到耶稣更不会祷告 耶稣满有能力 我们却缺乏能力 耶稣满有信心 我们却不够信 身为门徒 我们不但缺乏能力信心 我们也缺乏谦卑 耶稣才说跟随他要舍己 门徒却象征谁更大 这位老师是多么有耐心 才刚刚教门徒要舍己 门徒现在却在相征 耶稣满有能力信心与谦卑 而我们则是反之 耶稣要我们学习小孩的样式 耶稣说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我来的父 要接待比你更小的孩子 你要谦卑 你要觉悟 你缺乏能力信心与谦卑 门徒看有人奉耶稣的名行事 十二门徒有精英的感觉 就要拦阻这些人 耶稣不但使用十二门徒 也使用其他人 耶稣拆遣七十人 两人一对出去就是印证 门徒不但缺乏能力信心 谦卑而且也缺乏同理心 约翰当时可能是十五到十七岁之间的青少年 当约翰求耶稣降下火来 他正在求以利亚以前曾经祈求过的事 王派来要拘捕以利亚的两队人马 皆被火烧死 父子我有很多的钱 很大的房子 有美好的家庭 我舍不得放下这些 耶稣说 我比这些更宝贵 你要跟随我 当我们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心会如何 耶稣配得 我们必须全心的跟随他 我们缺乏能力 我们更要不断的祈求 我们缺乏信心 我们必须不断的祈求 我们缺乏谦卑 我们求主将谦卑给我们 我们缺乏爱心 求主加添我们的爱心 感谢赞美主 阿们